我赶紧帮忙清洗起腊肉来 绝巴切成小块 腊肉切片 新鲜的二斤条辣椒 干辣椒改刀切断 姜 蒜 切丝 张奶奶为了锻炼我 她当主指挥 让我来找勺 热锅倒油 先煸炒腊肉至微焦 再逐步放入姜丝 蒜丝 辣椒段 翻炒间 腊肉的香气扑面而来 此时加入的绝巴块 肆意吸收着腊肉的汁香 最后加入盐和酱油调味 一道绝巴炒腊肉出锅 炒熟后的绝巴块和腊肉片 被油脂滋润着 都显得晶莹透亮 一盘绝巴炒腊肉 外加一盘凉拌绝根粉 一大碗黄瓜汤 一桌简单的农家菜 就备好了 您的男人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五十年了 五十年 五年算结婚了吧 是啊 就是乡村的土豆办法 能从酵子抬过来 请客就做事 咬一口将腊味与腊味 吸附于一身的绝巴块 筋道有嚼劲 再吃上一块腊肉 油脂瞬间满溢在唇齿之间 让人欲罢不能 张奶奶不厌其烦 认真烧制每一道美食 只要是爷爷喜欢的香煎美味 她都会高兴地去烹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